田志轩文化艺术基金会为了落实公益宗旨推动环境教育动保观念 日前举行了2022宠物犬来玩市集 不过遭遇到下大雨影响到互动游戏进行 但是当天还是有不少的市主带着家中的毛宝贝到现场来同乐 为了答谢贸雨前来的市主和毛小孩 主办单位特别把非常实用的竞赛优胜奖品 直接送给现场每一位来到现场的主人和宠物犬 让大家不要空手而归 田志轩基金会创办人同时也是花莲县议员的张美惠指出 花莲要成为更进步的城市 落实动保观念是重要指标 因此她发想举办了宠物犬来玩市集活动 结合政令宣导聚位互动还有商品市集 传递四主责任与爱护动物的观念 花莲要迈进一个更进步的城市 我想友善动物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因为田志轩基金会所在的这个位置 旁边有花莲市的水牛公园 那我们一直在立唱友善动物这样的事情 包含今年的1月23号 已经有这个宠物运动公园的一个成立 那我们想在市区 那应该也有一个可以办活动的一个据点 那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市主 都会带狗来水牛公园这边遛狗 那可是也有一些市主会把这个狗便会留下来 没有清理 那我们觉得其实办一个有关于洞保 那还有六口不流便等等 这样的一个宣导应该是可以来进行的 那办活动如果单纯只有正立宣导 又有点太干太枯燥 我们就想说用趣味的互动的 还有这个宠物有关的这个市集的活动 一起来合并办理 这场宠物活动备受期待 但是不巧遇到下大雨 让趣味互动游戏无法进行 但许多市主依然带着家中毛宝贝前来参加 因此基金会把非常实用的竞赛优胜奖品 直接赠送给到现场的每一只宠物犬 张美惠表示 未来会继续扩大举办类似活动 甚至于要和受益室公会及动物医院合作 指导老犬的照护和饲养方式 也欢迎民众可以多加留意活动讯息 借理会幻视报道